那再来的话,请各位再帮我开启那个通讯产品统计原始栏这一题 这一题当然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几个可能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C栏的部分,你会看到这个C栏的部分 它里面如果出现像这种状况,就是说里面它是一个所谓的跨栏式中 或者叫合并储存骨的状态,特别说如果你把这个资料倒给那个数量分析表去分析的话 它会没办法接受,或者是不是没办法接受 就是说它其实基本上它会把它当成就是说 你目前这三个储存隔里面只有一个储存隔有资料 哪一个储存隔?就是最上面的储存隔 那其他储存隔都是没有资料的状态 但我们看起来我们看得懂,但是问题你丢给那个 所以它看不懂 所以当然还是要以它能够看得懂为原则 不然的话你现在丢个东西给它,它完全不辞 而且不然它做出来的结果就是不正确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但问题是你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格式恢复成它能够理解的一个 第一个啦,如果假设你资料里面有那个所谓的合并储存隔的部分的话 或者要跨栏之中 第一个你要必须把这些全部都取消 也就是这个范围里面 只要有那个所谓的这个跨栏之中 你就把它选起来,然后把它取消 取消的话就按一下,它就取消了 但取消完之后的话 你可能要把它底下的资料也要填上去 不能让它保持空白,否则的话里面就没办法找到你要的资料 所以再来的话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如果向下填满,Excel它会自动加1 如果你不想让它自动加1的话 你可以按Ctrl键 Ctrl键按住的话在这里变复制了 比如你向下填满,不要加1 那就是直接Ctrl键按住 让它向下自动填满 这个把它填一下 OK,第一个 OK 好,那大家如果还好 我们这资料还蛮少的 如果资料多的话 我看可能要做非常久 如果像你这种类似 像如果你资料很多 几万笔,几百万笔的话 那可能还是比较建议是写个程式吧 写个程式做什么呢 就是上面的资料 帮我填满到最下面 如果没有资料 就是空白的 你就帮我照着跟上面一样的资料填满 帮我复制下来就可以了 那其实如果利用程式撰写 是比较还算蛮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OK了 那如果资料量少 像这个还好 我们就直接用 拖拉加一个Ctrl键 那第一件事就是 请你不要用跨栏之中 尽量 其实在跨栏之中 要不然你就在Word里面用 你不要在Excel里面用 你都在Excel里面用 用跨栏之中 真的蛮怪的 因为基本上 Excel就是拿来做资料处理的 又不是拿来排版的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 已经不想用Word了 所以喔 就把Excel拿来当Word 反正就全部一套就可以 全部解决了 那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么适合 因为它原来定位 就是不同的 Ovis软体 就有不同的作用 OK 那第一个部分完成之后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 要把什么呢 它这边有两个 产品编号 区域跟区域编号 那这两个的话 如果你将来要做 那个 SUNO分析的话 当然如果你用编号 显示出来 也真的是最有编号 那编号问题是 你将来的资料 都是编号 除非你已经很熟悉 哪个编号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有必要 把这个编号 的结果先查出来 放在旁边 所以我们可以 产品编号部分的话 请你在C栏地方 点一下 按右键 把它插入一个空白栏 那这个空白栏 就帮我把什么 产品名称 把它放到这边来 产品编号 自动帮我多一个栏 叫产品名称 那这个产品名称叫什么 特别注意到 这边的话 当然用 应该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函数 叫V函数 有没有 那我们V函数的范围在这里 OK 那查的话 一定是查第一 那查的方法 第一个 插入一个产品名称 然后油标放C2 插入那个 这个的话 这个应该就要找到 简式与参照的函数 里面的最下面一个V函数 这个蛮重要的 这函数应该 大家应该 应该 应该都有用过 而且这应该还蛮常用到的 叫 查询函数 那查的话 怎么查 第一个 他问四个问题 哇 其实这个函数 比较复杂 他一定要问四个问题 你就给四个答案就可以了 四个参数 第一个问题 RugarValue RugarValue 你要找什么 我要找编号 这个编号 第二个问题的话 TableArray TableArray Table是指表格 Array是范围 表格的范围在哪里 你跟他讲说 我的范围在这里 H2到I的多少 I的下面这个 应该是I4 OK 这个范围 那特别是 RugarValue 只会帮你查 这个范围的第一栏 那查到之后 他要帮你把第几栏带回来 这个范围的第一 那要把第二栏 所以这边底下 第三个问题是Col Col 是Col 栏的意思 Index number 那白话意思就是哪一栏 查一遍查第一栏 你要把第几栏的资料带回来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二栏 所以这边的话输入2 OK 这个二子的特别最后 不是指你现在的工作表的栏 而是指你现在这个Table Array的这个范围 的第几栏 OK 这有点难写 OK 这个范围 然后呢把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二栏的资料带过来 那第四个问题 就是Ranch Lugar 意思是说 要不要帮你找接近的啊 找大概一样的就好了 还是要找完全一样 如果你输入0的话 就不要 不要找 一定要严格找 OK 如果输入1的话 就会找接近的 意思呢 如果找不到一模一样的东西 他就会帮你找 相似的 OK 比如说你找不到005 特别是他会找004 但问题喔 特别是他不会找006 他会找比较小的 不会找比较大的 OK 那除非是你要输入什么 输入1 就会找接近 如果输入0的话呢 就是一定要找005 如果没有005 他会跳那个 什么呢 一个错误讯息 叫什么 今NA not available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不过确定之前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锁起来 那因为等下要向下填满 2跟4 前面加前的符号 因为等下 向下填满 2跟4 会加1 所以不要让他加1 然后我们按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就全部查完了 OK 那这样才有办法做后续的 那个枢纽分析 不然后面可能有办法做 还有区域编号 所以在区域编号的右边 按右键插VLAN 这一栏叫区域好了 所以把这个区域也查出来 这个VLAN数 不过我建议各位就是说 将来VLAN数 真的要查这个Table Array 这个范围 我们现在是选这个范围 不过我建议 以后如果这个范围 不一定是放在旁边 而是放在不同工作标里面的 某一个范围的话 我是建议 以后你这个范围 干脆先定义 整一个名称 比如这个范围 以后呢 就叫做产品好了 那怎么定义 一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二 请你在 你的 Excel的 左上角 有一个名称方块 把它点一下 跟他讲说 这个范围以后 帮我取名称 我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产品好了 OK Enter 好 那以后 这个范围 就叫做产品 OK 所以我以后呢 只要输入两个字 就可以找到这个范围 那比较适合什么 就是 假如这个范围 不是放在同个工作标 可能放在很边边角角的 或者是说呢 你这个范围很大很大 因为你要选很麻烦 OK 那以后如果你要用这个名称怎么做 很简单 以后呢 你这个范围的第二个参数 你就直接怎么样 输入两个字 叫产品就好 那如果你懒了输入的话 你可以记一个快速键 叫做F3 他就会怎么样 帮你把刚刚的名称 列出来 你就直接点两下 有没有 按确定就好了 那用产品这个名称的好处 就是第一个 那个名称是有意义的 第二个的话 以后就不用加钱的符号 你刚刚不是要加钱的符号 那如果用名称就不用了 OK 其实定义名称好处还蛮多的 我蛮建议各位可以熟悉 这个定义名称 如果你从来没用过的话 一定要熟悉他 OK 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 向下填满 那区域的话 我是建议也是 这个范围 我们干脆把L2跟M5 这个范围叫区域 先把这个名称定义一下 那以后如果说你要查询的话 我是建议可以用那个定义名称的方式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再插入一栏 在区域边右边插入一个叫区域 一样的方式插入那个 简式与参照里面的最后一个 V栏数 查什么呢 查A01 去哪边查F3 去区域里面帮我查查看 他就帮我 帮你比什么 比这个区域里面的第一栏 比完之后 请你把第二栏的是要带回来 所以输入2就可以了 比对方是一样的 输入0 一定要找一样的 一模一样哦 没有一模一样的话 那你帮我显示成找不到就好了 按确定 向下填满 OK 就找出来 当然什么情况下会找不到 比如说我这边 假设 这个地方 A01 我把它改成 现在A04 那我把它改 A05 会怎么样 A05 有吗 没有吧 Enter 它会出现这样 仅NA 有没有 N的话 N的话 NAS NAS AVAILABLE 那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把最后一个参数 本来是1 本来是0 改成1 改成1 大U 符合 其实1 就是处的 处是要 找不到 朋友找接近的就好 那你会发现 如果变1 打个勾 他不会错 但是他找哪一个 找A04 有没有 东区 东区是A04 有没有 OK 应该可以理解 就会到了 如果说这个的话 如果有A04 还有A06 的话 他一样会找A04 他不会找A06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他只会向下找 不会向上找 这个是V2函数的特性 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 有这两个栏位之后 如果我希望呢 把这个统计的图表 也做出来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 请贵先把这个先做完 所以刚刚主要几个重点 一 把区域编号的跨栏 至中取消 把他顺便这个 把这个 对齐好了 把他对至中 OK 二的话呢 增加产品名称跟区域 利用定义名称的方式查好了 因为后面我们其实 蛮多地方都会用定义名称的 养成好习惯 以后的话就一劳有力 也比较不容易出错 OK 然后再利用那个V2函数 帮我把 产品的名称的部分 通通都把它完成 那这部分的话呢 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第39页跟这个40页的部分 那